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 今天跟读堂,继续跟各位聊聊《大灭绝》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叫许金华,是民国11年生的 他是中国大陆的扬州人,江苏省扬州人 他在中国,因为从小就很早就提前很早就读书 所以他15岁就考取大学,中央大学,天才儿童 然后19岁就拿到学士协位,然后就到美国去留学 然后大概在19年之后,他拿到硕士 在加州大学拿到硕士跟博士,地质学 然后他又在美国的壳牌石油公司工作 他已经拿到博士协位了,在里面做一个研究员 专门研究地质,因为科白石油他们要炭干石油 所以他们就研究,那个油源在哪里 是什么样的原因形成的,在哪里可以找到油这些地方 因为他学的是地质嘛,然后他就跟他的那个 因为中国人都有个习惯,就是对他那个老师尊师重道嘛 结果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发现到他老师讲的那些东西 就是他老师讲的那些东西,跟现在的有一些专家讲的 就是其他的专家,就是他同事的老师,另外一个大学的教授 那位专家是一个德国人,德国一的美国人 那他跟他两个人一起去探勘一个地方 那因为长途开车嘛,所以在路上就很多一直在聊 聊什么,就聊这个各个时期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我们看那个恐龙的时期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恐龙的那个书里面都有什么 什么百恶纪,侏罗纪,什么什么纪 这个什么纪,什么纪是怎么样子分类的 实际上这个东西,最早以前呢 17多少年,那个时代人就已经发现到化石 只是不懂的那个化石到底是什么 也不能,就是有线资料没办法推断 后来就有所谓的专家学者 就是那些教授级的人,大学教授级的人 他们就把这个古代,它就定名为什么 始星式,中星式,跟上星式 就只定了这三层 就因为那个化石年代,当时的鉴定的科技也不够发达 所以就只这样子,只把它分成三层 就是始星式,刚开始嘛 然后中星式,然后再来是上星式 上星式就接近现在的 那其实也离现在还很远 因为地球的历史,现在已经知道是有50到60亿年 圣经上说,这个上帝创造地球只有六千年历史 人类出现只有五千年历史 就按照那个化石来讲,人类 自然开始出现,也只有五千年历史 中国说有五千年文化,实际上不存在 有历史的文化可考的只有三千年 所以中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类人元时代 原来只分成三层,也就是从化石里面来定的 结果后来又发现到化石 这个化石经过鉴定之后 它可能再介于什么,始星式跟中星式中间 于是它就再查进去一个式 叫做什么,渐星式 所以三个式,四季的式,又中间变成第四个式 也就是始星式,渐星式,中星式,再上星式 这就是后面的不断的证据出现之后 就来补充前面的,就把整个原来定的历史时期 又把它扣张了 后来又有人发现到有些化石 还比始星式,所谓始星式 认为它地球上开始有生物的时候,是始星式 可是发现到那些恐龙的化石 是在始星式还要在之前的,比它还早 于是又加入一个叫做古星式 古星式,然后才来始星式 然后再来建星式,再来中星式,再来上星式 科技就是这样有趣 以前人没有发现,而且地质东西已经是固定的 但是它在地底下,而且因为那个 沧海商田的关系它移动 移动了之后你就很难去判断 但是现在有科学的方法来鉴定 那这个上星式上面好像就接近近代 实际上不然 我们现在讲讲冰河时期 这个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上星式的上面 有一个根星式,再来一个全星式 全星式才接近我们所知道 史前的这个时代 那这中间的根星式跟上星式在中间呢 这一段还在悬而未决 这个科技一直不断的进步 因为它也不断的有证据产生嘛 于是 刚刚讲过说 有始星式 始星式,从古星式,始星式 然后渐星式,中星式,然后上星式 是这样子,上星式 后面再来有根星式 根星式的末期就是冰期 就是整个地球是冰冻状态 冰河时期 然后再来在上面就是全星式 那其实事实上 那个因为化石的不断的出现 不断有各地的这个 化石的出现 因此又在 又把它重新再又分类 分类什么 我们现在常常讲白鹅季,猪楼季 什么季,那是怎么分的 它是第一个是在 在一个代,一个时代 刚刚讲氏嘛,还有氏代 我们说氏代交替 其实这个,这些都是中文的翻译 实际上氏字化还有代 代里面还有什么 又分成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 那这个代的下面呢 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季嘛 那有季中间它又分成代 然后季的下面分成代 这个代的下面分成季 刚刚讲说有百鹅季 什么侏罗季 什么什么季嘛 实际上在新生代 这个,刚刚刚讲过说 刚刚讲说 那个古生 古生 古生 古生是新 那个,刚刚讲到那个 有古生是死心是 见心是 中心是 还有上心是 刚刚原来是分成这样子 分成这样五个世 实际上这五个世都还不够古老 还有再更古老的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那个最早的古 这个古兴寺的下面 刚刚讲说原来只有到死兴寺以为是最古老的 结果后来死兴寺下面又发现到古兴寺 古兴寺 但是下面还有证据 还有化石产生 所以在古兴寺的下面又成立了三个代 这三个代 中间可能还会再插进去其他的那个世代 那哪三个代呢 古生代 中生代 跟新生代 现在刚刚讲的那个六个 一二三四五 五个 那五个世 就是所谓的那个 所谓的这个 古生是死兴寺 见心是中心是上心是 这五个世 实际上只是新生代的第一季 有人说它是第三季 就是所谓世代的季 它是季 它是第一季里面 就有这五个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新生代 那新生代的下面 更古远的时候 还有中生代 还有再更古远 还有古生代 那以后会不会再发现到 古生代下面还有呢 应该还有 因为地球的这个年代生不可测 那那个代 它是这样子分的 所谓的什么什么代之外 代下面有季 季下面才是是 所以什么什么季 然后什么什么是 刚才刚才讲过说 这个最早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是 其实是还在季的下面 在代的下面 新生代 中生代 古生代 后来的命名是这样 那才把原来的那个 原来只叫做什么什么的是 世界的是 它是其实放在代的下面 代的下面是季 季的下面才是是 是的下面又又分了很多什么 很多旗 什么什么 我们讲的时旗 日旗的旗 又分了很多很多旗 因为都有很多的化石 产生嘛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那个就是20年前读大学的 地质的跟现在 就算他出来已经当了教授 巫人子弟了20年的话 可能他很多观念都要改变 这本书里面就举了 就讲了他自己的故事 非常有趣 他说 他说 他说这个 那个 他说他的老师 叫那个 史皮克 坚持所有的地质单位 纯粹是人为的划分 在他送给他的 送给这个作者 许清华的一本书里面 他那本书名字叫 《犹他州中部地区晚中生代》 和《早新生代史》的一本书 这个他的教授 指导大学 博士指导教授 史皮克特地在一些段落下面 做了记号 以引起我的注意 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般人根据化石记录的某种 显著变化化分为白二纪 也就是第三纪的界线 白二纪跟第三纪的界线 但是不能排斥这种看法 纯粹没有界的可能性 坦塞地说 最好把这种划分 看作一种因人而异的观点 也就是他不承认有这种的观点 那这个作者说 我是个好学生 也是导师观点的忠实信徒 当然了 你师从谁谁谁 你就要相信他们 这里面就讲说 学术界也有盲点 然后于是在跟他同事的指导教授 一个博士 那个博士就被壳牌使用聘请为顾问 来指导他们做研究 因为那个教授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 而且很实在的人 于是他跟他一起出差的时候 去探勘某个地方的时候 在车上很长的时间 好几天的时间都可以聊天 于是在于那个人叫做斯腾侧尔 他跟斯腾侧尔的辩论中引用了这个思想 这样子做的结果 他说无异于在斗牛场上挥舞红筋 这个斯腾侧尔这个博士 勃然大怒了 他对他咆哮说 你对化石几乎一无所知 young man 然后他又在吼他说 你使你五体投地的导师 对古生物学也所知无几 你看博士对博士 我曾经讲说我以前同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IT毕业的 两个博士在增值位置的时候 互相守身 你懂个屁 博士 美国的博士 怎么两个都是博士 怎么还互指对方懂个屁呢 这么不文雅 你可以看看 所有的学术界的人也是这样 权威的教授也是这样子 他直接说 你的博士指导教授 对古生物学所知无几 也就是说他也懂个屁 意思就是这样 他一下子 他的博士从指导教授这边来的 居然他的教授 他的师臣被人家这样质疑 他说最近完成的全面调查 结果无可质疑 他的教授 史匹克把橘石 橘石就是鹦鹉螺的前身 大概就是橘石这一类 就是他螺旋形的这个 像菊花一样叫橘石 各位如果对这个化石 对地质有兴趣的话 这些图片里都看过 他把橘石的绝灭 排在恐龙之前 就是说橘石已经绝灭了 之后恐龙才绝灭的 可是这个教授 这个斯腾测尔却告诉我说 两者是同时绝灭的 也就是橘石跟恐龙是同时绝灭的 他解释说 史匹克把恐龙的绝灭 放在后面的达宁 达宁期的晚期 是一种时空见惯的错误 这就是学术的争端 争议 其实地质学 这样子的学问 它的争议非常的多 有水尘论 有火尘论已经讲过 现在是水火并行论 这个不用争端了 因为两者都出现了 也就是见识够不够远 所以学术就是这样 有证据 就是他观察 有得到正式的证据 划实 那这个作者就问说 如果终身代确实是自然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争论 围绕着白俄纪跟第三季的界限问题呢 白俄纪跟第三季之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 结果这个教授 他就开始讲了 他讲的蛮长的 但是这个必须要听一下 有趣 我必须给你上一堂地质学历史课 他已经是博士了 这个作者许金华已经是博士了 才开始就业的 结果他居然被这个教授 当场告诉他说 我给你上一堂地质学历史课 顺便给大家上了 所以这本书学术含量很高就在这里 斯登车说 那都是一位叫 名叫德索的法国人招来的 这个德索实际上也不是法国人 他是一个德国出生的瑞士人 因为最后这个作者许金华是在瑞士的大学里面 地质系的教授 他定居在瑞士 在美国19年之后 他到瑞士去工作 这个莱伊尔这个人 正确的把荷兰马斯特里奇证附近的白俄城 规划为白俄纪的最后一个地质时期 顶部标志着白俄纪的终结 这一个城基城所代表的时代 就称为马斯特里奇 那是一个证的名字 荷兰的一个证的名字 一个地名 那就把这个时期的这个发现到的这个化石 就带这个城基城 就用这个来命名 所以叫马斯特里奇 其白俄纪的最后一个旗 至此事情已经 本已经告一段落 是德索引起了麻烦 1849年德索到斯蒂文克林特村 这是一个村的Valogy 附近的哥本哈根南海岸 进行地质旅行 顺便提一下 德索并非法国人 而是德国出生的瑞士人 斯承车尔记错了 因为他在瑞士教书 所以他对瑞士的那些同行非常熟悉 当地的陈基城序 包括了四个单位 底部是一层是白鳄 白鳄是一种地质现象 顶部是两层石灰岩 两者之间的灰暗设的薄层黏土 因为其中发现了不少鱼骨头化石 所以称为鱼黏土 白鳄和石灰岩是由于碳酸钙质的生物介壳死后 搬来的海上生物骨骼组成的 那珊瑚礁就是这样的 贝壳 就是贝壳的那个扒在上面 就珊瑚虫 扒在上面死亡之后一层一层的 就越叠越大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珊瑚 甚至于珊瑚礁 甚至于珊瑚岛 都是由这些戒壳 而不是所谓岩石 它是用戒壳 那他因为那边发现很多的鱼的骨头 所以他们叫这个叫做鱼黏土 然后黏土的成形却与生物无关 而是由路源或者来自外太空的极细力物质所组成的 所谓的这个黏土是从哪里来 可能是外太空的陨石经过地球之后 因为经过大气层的时候燃烧 然后剩下粉粒 虽然在美国的家 在加州德州很多地方 每天晚上都可以从屋顶上扫下来一大堆灰 有的人叫那个叫做陨石灰 它就已经变成很细很细的例子了 甚至于有的时候还有比较巨大的 那当然更巨大的像那个像千球这么大的比较少 通常被那个砸到的话 可能那个陨石都可以拿来做标本脉 那陨石上面有很多种金属元素 所以说最早的人类发现到铁炼铁 据说最早的炼铁 铁还没有在地球上被发现的时候 先用的铁就是什么 就是陨石的铁叫陨铁 陨铁也可以拿来再融化 然后再来打造钢刀这些东西 所以在古代的兵器里面有的是陨铁 就是从外太空来的铁这个元素 铁的元素符号叫F1 早在20年前 丹麦软体动物学家弗西哈 哈莫 英文我就不讲了 直接去讲他的名字 就研究过了史蒂文克林特村的四种成绩物 根据两层石灰原中 下面一层较老的石灰原中的软体动物化石 他认为应该属于第三季 也就是新生代的早期 然而德索是一个鸡 鸡皮动物专家哈 鸡皮动物哈 我们以前有的时候讲的鸡皮动物是基索动物等等 鸡皮动物什么叫鸡皮动物呢 就包括了海胆 沙海胆 海白河和海星 它都是什么 都是星状 就像那个羊桃一样 你把羊桃截面就是这样 五个角的星状 这种都叫做鸡皮动物 以及其他层五轴对称的海生动物 他发现下层石灰原中的许多鸡皮动物属种 种属建门钢木科属种的属种 与白鳄记种属极为相似 就是那个地方的那个生物的化石 跟白鳄记者非常相似 因此因属于终生代而不是星生代 这就是因为他在误判 他把包括鱼粘土及夏福 就是在鱼粘土下面的白鳄层 在内的这一段层积 我命名为达宁旗 达宁是一个地名 作为终生代的最后一个旗 德索犯了一个初心大意的错误 他所鉴定的鸡皮动物的化石 虽然确实存在于白鳄记 但并不属于同一个种 之后许多古生物学家 又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发现鱼粘土上下的鸡皮动物 有显著的变化 粘土层以下的动物属于白鳄记 而粘土层以上的动物属于第三季 接着白鳄记跟第三季 这两者的那个界线 没办法划分就在这里 有争议就在这里 德索将白鳄、鱼粘土 以及以上的石灰岩 笼统而成之为 都归入为达宁旗 是个不幸的错误 鱼粘土中呢 除了具已命名的鱼骨外 几乎没有动物遗憾 而在鱼粘土之下的白鳄城中 却含有与上腹的石灰岩中 完全不同的动物化石 白色白鳄城中的橘石 箭石 后壳 后壳 后壳和 就是后壳的那个 牡蛎啊 其其其他典型的中生代 戒壳 动物化石 在其其他地方的 马斯特里奇 沉积物中 屡见不鲜 但是在鱼粘土之上的达宁旗 只有石灰岩中 却完全不见中矣 也就是这种生物可能绝迹了 在那个时代 对斯腾侧尔这样程度的中 这个古生物学家来说 人人都知道德索犯了大错 因为他的那个层次不一样 他是博士后导师 博士生导师 余粘土城之下的白鳄 因属于马斯特里奇奇 重新定义后 达宁旗的直接含义是第三季的第一个旗 刚讲的那个旗的旗是在旗下面 以最早的第三季动物为特征 如果德索是一个橘石专家 或者熟知软体动物 或者是围体化石 所谓围体化石是细菌这些化石 或单细胞生物的化石 或超围化石的专家 如果他把鸡皮动物鉴定到种 而不是粗略到划分到属 戒 门 钢 木 科 属 种 那他只到属还没到种 如果他再深入到种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重写他的结论 他就不会把这些不同门类的生物 化归为同一个时代 按照现代的认识 达宁旗是指的余年土 及其上层的石灰岩所代表的一个时期 生物的巨大变化发生在马斯特里奇最晚的白鳄 白鳄与达宁旗最早的余年土之间 也就是在这个之间 发生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我们讲的可能是彗星状地球 这是地质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巨变之一 为什么那个时段里面没有生物了 地球上没有生物化石 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是非常之长 是用地质时间 不是用我们现在讲的几年 或几十年 几百年 不是这样 然而德索造成了混乱 谬论 流传日久 致死斯皮克等人把橘石的绝灭放到马斯特里奇 而将恐龙的肖王放到了达宁旗 搞错了他们的时代关系 那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斯皮克也就是这个 这个许金华博士指导生的那个导师的信徒 他相信这个皮斯克 皮斯克也是地质记录缺失论的信徒 在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发表百年后 斯皮克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表达了他的信仰 这个就是误导 前人的所谓学者专家都会误导后人的发展 在化石记录中 许多动物群都是突然出现的 并且表达出很高的发展程度 而无始祖群类可循 就是后面的发展非常的昌盛 可是他到底是从哪一个 哪一个始祖开始发展的 找不到 也找不到 这就是使地质记录的不完整性更为可信 认识到这种不完整 就不会兼职生物演化速度发生重大变化的观点 也就是所谓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绝灭 他们不认为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这个作者像这个斯坦赤尔博士 转述了导师的他的导师的教导 又引起他的一番议论 是的 许多动物群确实是突然出现的 但并不是因为地质记录不完整 而是因为他们确实是突然冒出来的 到底他们怎么样突然冒出来的 突变吗 斯坦赤尔承认化石能否保存 确实是随机的因素 历史上存在过的生物 只有极少数能在其身后留下印记 也就是化石 并不是整个族群都有保留 有些族群没有保留化石 全部腐朽到没有形状 所以实际上很多的化石 很多的生物我们无法探究 是因为它已经化成基粉 没办法保留完整形状 但是围体化石的记录却十分完整 所谓围体化石就是刚刚讲的细菌 单细胞植物病毒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围体化石 他们也是有化石的 那这些东西要显微镜下来看 每一立方公分的深海沉积物中 包括了成千上万的有恐虫 有恐虫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 有恐虫是一个单细胞生物 有恐虫的骨骸曾经与 斯登策尔博士共事的奥斯丁地质调查局 普露梅 在1931年首先发现了这种化石 而在马斯特里奇末期有有恐虫的球结 球结虫树 所有的种一下子全部绝灭 连这个有恐虫都绝灭 有恐虫是什么东西 等一下我们再讲 达尼奇最早曾经物中年 含有全新的有恐虫组合 看上去有些发育不良 日后却成为现代海洋有恐虫的先驱 那这件事情他跟这个他跟他在一起相处了三天 然后他在探勘的那个在东德州的那个探勘也结束了 我们先讲一下有恐虫好了 有恐虫就是这样子的很像一个很像一个卷饼 他就是就像一个螺旋形的 他原来就像那个珊瑚虫 他原来在这个点上面生活 等到他觉得这个地方 他自己体积大了之后 他就跳出来之后 在外面再组一个壳 然后就包着这个壳 他就包的方式是用螺旋形的包起来 就这样 那因为每一个壳跟每一个壳中间都有一个洞相通 所以叫有恐虫 那最后他就会盘踞起来成一个 最大的时候可以到最小的时候可以在1厘米 1厚就是1厘米 1mm 那最大的时候这个外径可以到达5公分 5公分很大 也就是这个有恐虫 因为它最后是一个遗体 就像我们看的珊瑚礁一样 珊瑚礁大的时候可以做成珊瑚礁岛屿 那小的时候有珊瑚礁 那再小一点的时候就是珊瑚虫 珊瑚虫珊瑚是一种生物 它不是一个植物 它长得这样一个一个枝 而且珊瑚有各种形状 是用珊瑚虫的种不一样 所以它们的群聚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它都是活在它的前辈的尸体的壳子上面 就跟这个有恐虫一样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各位聊这东西呢 因为在那次旅行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面 我再也没有涉足界限问题的讨论 因为他觉得很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研究 但是斯腾侧尔并未割下这个问题 他劝说他在休斯顿大学第一位研究生贝尔格伦 以研究白厄纪以第三纪界限为论文主题 其实贝尔格伦在可牌石油公司的实验室里面当祭司 一边工作一边读夜大夜间部大学 取得了学位之后 被斯腾格尔送到斯坦蒂纳维亚 就是北欧 并研究马斯特里奇和达宁奇的有恐虫 从有恐虫里面他发现到 他发现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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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 就是达宁奇跟这个新生代跟中生代的中间 就是白厄奇 白厄奇地球发生了巨变 那这个巨变 他有的证据是来自哪里呢 来自意大利的古比奥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他发现了很多的那个奇异现象 他发现到有盖子 在这个地点里面 他们发现到很多的这个盖子叶岩 是这个特提斯海 特提斯海是一个现在不存在的东西 也是在远古时代有 特提斯海的沉积物 所谓的特提斯海就是现代的地中海 跟加上他东面的黑海 加上里海加上咸海的前身 大约1500万年以前 地壳运动使其部分深海海底上升 形成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 经过长期的波时作用 中生代新生代的沉积物 包括盖子沿沿在内 现在都露出地表 也就是说地中海以前是跟咸海跟离海 还有跟黑海是连在一起的 是一个海 那个海的名字叫做特提斯海 这就是远古的 现在已经是分成三个地方 离得很远 四个地方离得很远 在路边就不难踩到海洋生物的化石 就在拜尔格伦的有恐虫报告 发表几年之后 有两位围体古生物学家 专程去的古比奥 研究有恐虫的演化历史 一位是谁 另外一位也是都意大利人 那他们共同研究了一个完整的成绩序列 以便揭示有恐虫演化上的不连续性 终于在古比奥附近的盖子沿沉找到了 说明白俄纪末期必定发生过什么 这个他们两位 因为就住在意大利 所以他们对这个非常的关心 兴奋不已 他们的联合报告于1965年